台北防汛新政策宣布启动疏散门只出不进4小时内 停在题外停车场的车主必须紧速移车 否则车辆将会被拖掉并裁罚 往年的话我们这个题外停车在拖车的部分 都是以疏散门关闭的这个时间点来作为一个拖车 拖掉的这个时间点 那因为我们市长 讲市长这边有强调就是 料敌重宽 玉敌重严的这个部分 所以从今年开始就是在就是疏散门只出不进4小时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来进行这个拖掉 那如果说不拖掉就是如果不移车的部分 会会会会会有下会有什么样的罚则 那依照这个水利处所公布的这个本市河滨公园车辆 停放禁止及限制事项还有平时或台风超道 还有其中违规停车是处罚原则 就是说当我们宣布只出不进4小时之后 如果没有还遗留在现场的部分 那就会依照这个位移车不会会有罚管 就是大型车是4,800 小型车的话是2,400 那机车的话是1,800 那如果有被拖掉的部分 另外还要再加收这个一致保管费 那以小型车来讲的话 一致费是900 那保管费的话是半天的话是100 那另外在这个公告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车辆没有撤离的部分 那它的损害必须由车辆的这个所有人来自行负责 那民众呢 他要如何去得知这个疏散门管制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市府这边有提供几个管道 第一个就是水利处的这个 链链水利台北水利这个LINE的官方帐号 那第二个就是由消防局这边 他们所设置的这个台北行动防災APP 那第三个就是由我们田馆处 这边来提供的就是防讯减讯通知服务 那这项服务是属于免费的一个部分 那如何去登陆这个防讯减讯通知呢 那第一个部分就第一个步骤就是 必须先到我们停管处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 这边来完成认证 那完成认证之后呢 那首先就是去登陆 登陆完之后到这个车主专区 那选这个车主修改 那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那再去把设定这个绑定车辆 然后新增车辆的部分 那最后就来勾选择这个车种 然后输入车牌号码 那以及这个服务通知这边去勾选这个 防讯通知服务的部分 那这样就会登陆完成 那登陆完成之后呢 只要是后续 就是苏扇门这边有任何管制措施的话 停管处这边就会发送这个简讯的一个部分 那简讯的部分 今年另外一个新的措施就是 我们这个简讯呢有一个请民众在确认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当您收到这个简讯 去点选这个确认的网址 那表示说你有收到 那要是没有收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在15分钟之后 会针对这些没有确认 点击确认的这些民众呢 我们会再发第二次的一个简讯通知 那这个 因为我们就是停管处这边有发送是用市府的一个防讯门号 那民众可以注意就是后面的这个四个 不管是哪一家电信业组 最后四个号码都是1999 这个部分因为避免民众会认为是诈骗的电话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不管是哪一个门号 后面都是1999 当然民众如果对于这些简讯有疑虑 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服务端线来做一个确认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民众有收到这个简讯 就是点击确认 那如果车子确实停在批外的话 那就请尽速去移车 我们会激进所有的管道来做通知 包含你刚刚讲的说 开记者会做红布条 做QR Code 放这个夹单 我们夹在所有的这个题外的车辆上面 我们甚至连彩绘墙都去画了 那是很大的彩绘墙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2公尺乘6公尺是一个大型的彩绘 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让民众知道 你今年这个只出不进四个小时 要开始自救 我们如果说介石我们还是会脱掉 但是量这么大 民众我刚提醒 你们被在外面下雨要记得收进了 城市庭外提外 一定告诉你谁会来 要把他当成民事会来 去年就是大家觉得不会进来 那就好 所以我们再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会希望做到善进提醒 但是请民众也要注意这个讯息 所以刚刚提到说 只要只出不进 周边洪光线开放停车 路边收备 那个花定区域的路边停车收备 一样也是比较暂停收备 所以就是把这个空间清出来 让提外的车辆够出来 我们也知道说民众实在不得已要停到提外 但是在这种天极端气候之下 既然这样的一个这个料理从宽的话 我们以后市政府宣布的话 我们会开放这政策把这车辆移出来 大家有空间可以停 所以希望各位媒体能够帮我们多加宣导 交通局局长陈宏敏也再次呼吁 车主也有义务跟责任保管自己车辆 不能只靠政府移车 如车辆因此产生损坏需自行负责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